音舞比你行不行? 哪方面行不行? 意大利,現在好像是球王 首席勝手 可能是靠他或者給我提 但你說入球,我覺得他在國際賽不會很多 單膜又怎樣? 單膜呀,現在有點有球能力 但國際賽經驗很幾個身形很醜 你選擇大賽入球也不會很多 不如認真一點吧 我就選擇了 射手呢 法國方面,因為我看好的 所以我就選了粉絲 當然,這個安把比也是很大器官 另外,比利時當然是盧卡古 今年國際未來都有出色的表現 這幾個都是很正確的射手 對,盧卡古我覺得也是一個選擇 因為我覺得神射手就真的好看他們分組賽的對手 至於分組賽對手稍微防守差一點 弱一點點,對於射手來說,優勢比較大 我自己看,哈利賈琳和盧卡古 兩個可能,特別在分組賽 找到入球的機會比較多 他們兩個說不太容易贏 射手呢,我自己覺得 起碼要有些先決條件 撲他走到尾,冠軍最好 最重要的是,無傷無病一定要正選 要不然會飛都沒用,不能出場 因為我今屆猜英格蘭的冠軍 今屆是想我猜哈先生 哈利賈琳,到時可以嗎? 怎樣看呢? 子俊? 我就覺得呢,八角都有機會走到最後 所以,我自己就挺看好機時間 因為這位球員不知為何打到大賽 特別醒神 另外呢,要延續一下我自己喜歡的 一些冷碗東西 我想猜一下土耳其的遊玩家 哇,正好球 真是留意一下這位球員